我又不會說這樣對還是錯 只不過在香港經歷了這麼多年代 在未來是怎樣走呢 我很想要摸得很準,可以講一個故事 既然未摸準過未來 不如先拍過去的故事吧 我知道他和蕭定一準備開一套純搞笑的港產片 不是絕對雙驕續集 只是紫華今次找阿蛇做女主角 可以拍百分百純港產片動督特工 劇情係就是,好像動督神探一樣 紫華會找阿蛇做偵探查案 找出社會為何有這麼多瘋狂的人 順便發展一點感情 但今次紫華做偵探之前 原來是個被遺忘的特工 97年前是為英國做事的 慢著,他之前套一蚊雞保錶伏值 飄防毒藥 我有點信心 他已經很多年沒有拍電視劇 所以就開始看王子華 看王子華時候開始營造那些小朋友 如果開始成熟 到二十多歲開始有消費力的時候 就會開始賣票 那加上紫華今次是自編自演 應該跟上次自導自演不同